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 我是切瑞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2022年即将到来 Subaru也陆陆续续推出了它的新款车型 那今天我们来试驾体验的就是承载7个人的Subaru Ascent Limited限量版 Subaru的品牌口号是Confidence in Motion 为客户制造最有价值的产品是Subaru的目标 凭借着不断创新的理念 Subaru研发出独特的核心技术 Subaru因为它的优异的四驱性能 它在整个美国市场上得到了不少的奖项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美国市场有个叫KBB一个网站 他们对车的评测是最好的 那么KBB曾经连续7年把Subaru评为它是最值得信赖的品牌 所以说这个奖项是非常至高无上的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气商行业协会是ALG ALG它评价出Subaru的车子它的市场的价值 它的价值是最好的 它的保有率是最好的 您在购车Subaru车到3到5年之内 您的车子的保有的价值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2022年Subaru Asante限量版这款车 我们这一次和以往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这一次不光是要试驾 而且我还要作为乘客来体验一下坐在Asante里面的感受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试一下吧 水平对质2.4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带给您最大260匹马力 而且它的最大的拖载可以达到5000磅 Asante是在Subaru Global平台上使用极高强度钢制成的 所以它拥有更高的坚固性持久性 而且它拥有非常安静的驾驶室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Asante平台可以提供优异的碰撞安全性 安静的内部空间和极好的驾驶体验 Subaru车还有iSight的驾驶辅助系统可以让你的驾驶更安全 之前我们也做过iSight的测试 无论是对障碍物还是对人 它的反应都是非常灵敏 让驾驶变得更加的安全 司机也对驾驶汽车也更加安心 因为驾驶车辆的安全性够高了 Subaru的车子的安全性也是非常棒的 我们所有的2021年的新车 全部型号都包含了有自动刹车 包括有偏离车道预警这些安全性能 那么我之前有一个顾客 他购买了车子之后 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就差点出了事故 但是幸好他用了我们Subaru叫做iSight 这样的一个安全性能之后 它跟前车的距离保持得非常近 但是在那个极端情况下 这个车子自动刹车 让它没有避免撞上了前面的车子 所以说这个安全性能给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好那我们来体验一下当乘客的感觉 坐在这里面第一感觉就是挺舒服的 这个座椅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它的棚顶真的是够高 而且而且它这是这种全景玻璃 所以感觉就很明亮很舒适 再看看坐在这个感觉 因为我是个子还算比较高了 坐在这里面的感觉真的是很宽敞很宽敞 你看我这么坐着 这离前面座椅的位置还很宽敞 左右也很宽敞 而且把这块一放很舒服 不光是我这边坐着很舒服 你看第三排它还是感觉很宽敞的 这辆车的空间是非常宽敞舒适的 它可以容纳7个人或者是8个人乘坐 它拥有153.5立方英尺的容纳量 即便是坐满的情况下 还是有86.5立方英尺的放行力的空间 智能四驱系统会调节动力输出 前轮后轮比是60比40 或者是50比50的比例 不仅是可以充分的将动力高效的运用 也可以达到节省油耗的效果 城市可以达到20英里每加轮 高速可以达到26英里每加轮 对于这么大的车来说 这个油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Sara Monti Subaru车行不光是卖新车 它也有经过认证的二手车 还有利子车来满足您不同的需求 Sara Monti Subaru车行在旧金山的服务是No.1 而且这里还有华人的销售来结成为您服务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Sara Monti Subaru车主的话 这里还提供免费的多点检查 如果你手里还有旧车太好了 那你也可以送到这里来 这里面也收购旧车 今天的试驾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